沒錯 我們當然不希望說 50塊是他的天花板 不過我覺得 他短時間要往上衝 恐怕也有相當大的難度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其實在這幾天的時候 他說了非常多 未來的這個狀況 包括說像很多人問他說 那你什麼時候可以轉虧為營 他說至少要2025年 所以也就是說明年不會賺錢 你知道熬到2025年 當然大家現在為止來說話 看的是說你的交車量 這個根據劉昂偉董事長的說法是說 他說目前為止 納字節N7的訂單 從之前這個8000輛 那現在訂單已經到9000輛 那9000輛來說的話 所以等於是在這幾個月的時間裡面 又增加了1000輛 這樣不是蠻好的嗎 對 但是問題是 交車能不能夠完全交車完畢 這個不知道 然後他就說我2024年 還要再推一個Model D的這個版本 因為其實他目前為止 有Model C Model B跟Model E的版本 對不對 那這幾個版本裡面來說的話 包括說像Model C Model C來說的話 目前為止當然是希望說 有越來越多的廠商都能夠使用 那他目前為止已經通過了 非常多的車輛的檢測 包括說像防狀 各式各樣的檢測都過關了 他希望能夠取得 核牌的這個證的話 就可以讓這個儘速讓Model C的產品 也可以掛牌 包括說像很多國家 都有機會可以上路的一個狀況 那Model B原本大家都說 他是在這個可能是一個比較算是 這個都會的清修旅 他是賣在北美市場 對他們講說往北美市場去發展的一個狀況 那包括說像Model E 那就發展成一個電動巴士 往東南亞去發展 所以其實他就產品本身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不過想的是非常好 但是我覺得目前為止來說話 他可能目前為止要交出所謂的 我就講其實造車跟這個一般的造手機 是不太一樣的 他能不能夠造得出來 這個都是大家觀察的一個重點 那當然了 這個劉洋映董事長被問到就是說 因為鴻海需要更大的這個成長空間 我們知道其實手機 目前成長已經遇到天花斑了 所以他就說我們需要用電動車來 推動鴻海下一波的這個成長 尤其對這個所謂劉洋映董事長 他要說到一點 他說其實最近的很多車廠 因為我們知道今年的這個銷售量不好 你看到這幾天不是傳出說 Volvo要降價 那緊接下來的話或許很多 原本不願意降價的他也會降價 因為今年的確賣得不好 賣得不好的時候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很多廠商 從特斯拉福特 還有通用跟福斯 他們最近都說了 可能在已經計畫的擴產結束之後 接下來就不會再擴產了 那問題是目前為止來說 電動車的需求有沒有增加 當然有 只是說因為這些廠商來講 他們備的產能已經夠多 但是他們不堪負荷 譬如說以今年來講話 前一陣子公布 中國的這個車廠裡面來說 大部分都虧錢 為什麼虧錢 因為目前我做得出來 但是我還是虧錢 所以現在很多廠商 想的方法是說 那我先把我自己本身 目前的車廠 我再cost down cost down之後才能夠 擠出獲利來對不對 所以這個劉洋映董事長 都說得非常清楚 他說隨著電動車的成本 再往上揚的過程裡面來說 鴻海的這個車輛會被詮釋 可能未來很多廠商他就是 我不要坐車了 我就直接交給鴻海去代工 所以這是他希望的這個重點 但是問題是有沒有辦法做到 不知道 好 那我們就講 因為對目前為止來說 我好奇一個是 鴻海有曾經說過什麼 然後他真的做不到的嗎 之前曾經做過 譬如說通路是沒有做到 通路 但是在製造上 他真的是一把膠椅 製造是一把膠椅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我就講 這個製造車子跟這個手機不太一樣 目前為止可能那個學習曲線 他目前為止還沒有克服的狀況 好 那尤其他講到 他說你看 譬如說以美國的電動車 你看一年前是六萬五千 現在的均價已經降到六萬 從去年 一年前是六萬五 今年年終降到五萬二 現在又降到五萬 所以降的幅度非常高 降的幅度非常高的時候 其實這種車廠 他可能沒辦法負擔這麼大的降壓 降低的成本的時候 他就需要外丟出來 這就是鴻海所看的 但是目前為止來說 鴻海這個鴻華先進有兩個優勢 大家基本上比較認同 第一個就是說 他可以客製化 你可以看他目前為止 用Model C Model B Model E 那還有Model D等等 他可以做不同的產品 所以他其實可以幫你客製 第二個就是說 他比較強的是整車的零組件 因為他有非常多的零組件 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認為他的優勢 但是他的劣勢在什麼地方 他的劣勢就是在於說 他的價格競爭力 因為目前為止他的量不大 量不大的時候 你就可能會沒辦法 有那麼高的競爭優勢 另外就是你零組件 零組件目前為止來說 他能夠供應的 因為是以他自己本身為主 譬如說你以機殼 或是以一些很多產品 他目前為止 沒有辦法有那麼好的品質 所以現在還沒有別家跟他買 對 沒有辦法有那麼好的品質 另外一個就是他的電器的產品 目前為止還沒有完善 所以我覺得目前為止 他當然有很多隱憂 但是有很多商機 不過我覺得目前第一個 對紅華先進最重要就是 我們要確切看得出來 他能夠把這個量產的數量 往上拉伸 證明說他可以是 這個汽車製造中心的一個玩家 如果你沒辦法證明這一點的話 紅華先進的股價 就很容易沒辦法突破 50塊的這個觀賞 所以接下來如果我們看到他出車 他這個在量產的過程當中 他在交車很順利 股價可能也會很順利 沒錯 現在就要持續來觀察 這個出車的量產之後 他交車的狀況如何 外啦 中文字幕提供 同學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